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 本周美国食品和药物监管局FDA发布指导手册 明确存放尸体冷藏车清洁消毒后可运送食品 这一消息立刻引发争议 有网友表示从心理上无法接受 据今日美国报5月15号报道 包括纽约在内的一些重灾区 在三四月份疫情高峰期死亡人数太多 不得不将冷藏卡车用于存放和运输死者遗体 作为医院外的临时太平间